嗨各位 早安 我好塑喔 全臉大塑 今天呢 是我要回香港的日子 那因為已經有一天久沒有拍香港的Vlog了 所以想說來記錄一下 現在時間是大概八點半吧 然後我大概九點半要準備出門 所以我還有一個小時的時間可以整理 然後我現在吃早餐 因為回香港就沒有台灣的早餐店了嘛 那我覺得我最想念台灣的東西應該就會是早餐店 所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吃什麼 哈哈 首先呢 我有 我今天吃的比較多 其實我通常早餐都只是喝咖啡 我知道有點不健康 但是起床還是沒有什麼食慾 今天吃的是培根蛋餅 然後我另外點了一個熱狗 還有清腸味的奶茶 對 怎麼可能回去之前不吃個蛋餅呢 如果不吃蛋餅 我留在台灣做什麼 我今天是十二點半的飛機 所以希望等一下飛機上不要太多人 雖然說台灣到香港大概只有一個多小時 但還是很可怕 你知道嗎 那種密閉空間 然後你就不知道你身邊人坐的是誰 所以我今天不會戴隱形眼鏡 會戴這個 嗯 這個是什麼 不健康的代名詞 得 差不多了 媽咪我準備要出門囉 掰掰 平安健康最重要 所以自己看著辦 好 你不要太擔心我喔 明明就很擔心 我現在準備要出門了 檢查一下 電腦 文件 充電器 錢包 信用卡 護照 好 巴達通 然後加鑰匙 OK OK 這是我的房間 OK 掰掰 嗨 大家 你們現在聽到我講話嗎 我戴口罩 然後今天這邊的聲音有點醜 但 anyway 想跟你們講一下 我只能說 就是我沒有看過桃園機場 這麼少人 這麼空曠 我一直以為 我的行李重量是23公斤 然後可以有兩件 但是我錯了 那應該是長途飛機才有的重量 所以我今天呢 操縱了10公斤 我付了80塊美金的操縱費 不過我個人是覺得蠻值得的啦 我寧願多帶一點東西回去 對 至少心安硬點 然後我剛進來的時候 他還發了這個 就是有點像消費券的東西 可能是因為現在生意真的太差了 所以他們有些什麼化妝品香水 然後什麼國際精品的限底回饋 然後還有一些像餐飲的優惠券這樣 只能說現在大家都很辛苦 所以我還有一個小時才要登機 然後現在應該會處理一些 工作上面的事情 然後等一下就回香港啦 現在有一點就是小小的惆悵 因為不知道這次回香港之後 什麼時候才會再回來 不過 進一步走一步囉 我們一定要保持愉快正面 開朗的心情來面對這一切 然後已經發生了 所以我們就是要想辦法去面對 雖然我知道我現在出國這件事情 應該會被罵 但像我昨天直播說的 就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我應該就會等整個疫情 比較平緩了 然後台灣可能也撤銷了旅遊警報之後再回來 希望啦 Finger cross是這樣子 當然之後會發生什麼狀況 其實我現在也沒辦法很保證 說我一定會怎麼樣 但就是我會經濟的能力去保護自己 也保護在台灣的朋友跟家人這樣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我現在真的長得很浪費 完全素顏還戴眼鏡 哈哈 各位臉色 各位先生 臉色 臉色 機場 風光 HELLO 大家我終於回到家了 啊 好開心 我剛剛已經有先洗手了 我現在暫時了 噢 放眼鏡好了 但是不敢摸臉 我相信第一步是 因為剛剛從外面回來 所以我第一件是 想要先 稍微把我的心理箱先擦過 然後我要來洗我的床單 不然我 兩個月沒有回來 我有點不敢直接躺上去 所以 yeah 還好 還好我之前還有存一些衛生紙 不過這個禮拜應該要再去看一下 要不要補貨 太好了 還好有你 先出濕一下 來 出濕一下 我的房間怎麼辦 接下來我要來弄床單 好 好 我回家看到这边有什么 有我在1月初的时候从台湾戴的口罩 还有上次Mira从韩国 就是在事情还没有大爆发之前 Mira从韩国帮我戴的这个 觉得很感动 我现在觉得自己很富有 接下来呢我要来整理一下我的信件 你看两个月这么多信件 哦不小心把它撕破了 我不小心撕破了我的帐杆 各位就在刚刚发现了一个悲剧 哦 我刚刚在起理我的冰箱 然后我的蛋就是过期了嘛 所以我就是把它要拿起来的时候 你看发生什么事 你瞧瞧 看看它发生了什么事 OK我现在呢很快的把两个行李箱都unpack了 现在我的房间是一团混乱 但是带了蛮多衣服回来的 然后还有这些supplies啊什么的都要全部整理归位 然后刚刚我为了清那个蛋壳 你知道我清了有多久吗 你们不会知道因为我没有拍下来 但是我大概清了至少有20分钟有 因为确证都是 然后地板也是 然后你知道那个蛋啊 它如果打碎之后它就会黏黏的嘛 对大概是这样子 我可能还是会先把工作的东西弄完 然后我再来处理这个 The big mess 老实说好像也没有地方可以工作了耶 算了就坐厂厂吧 我现在事情告一段落 然后我要来吃晚餐 我今天在肥地上都不敢吃东西 因为现在他们都不会给你就是送餐 就是那种一包一包装好给你 就是避免过多的肢体接触这样 然后就我就觉得在肥地上 把口罩拿下来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跟他说没关系我不用 所以导致我今天除了早上的蛋饼之外 就没有再吃过东西了 然后现在呢 要来煮我剪剩的一包辛拉面 我这个周末一定要把我的辛拉面给补货完毕 怎么说就是家里有辛拉面是很安心的一件事情 你懂吗 就是它是一种 你知道辛拉面是不会背叛你的 就是不管怎么样 谁都有可能会背叛你的 男朋友可能会背叛你的 朋友可能会背叛你 你的家人可能会背叛你 但是 辛拉面不会背叛你 所以 我这个流程支持 过期了三天 我今天可以喝这个 耶 掉了 过期了三天还这么开心 是不是正常的吗 你知道我妈这次很紧张 她就说现在是一个全球的危机 所以我们一定要 就是防疫等同作战 就一定要把自己的一些备粮准备好 然后她就说你回香港之后一定要赶快去买鸡蛋 我想说为什么一定要买鸡蛋啊 有人就是有一个什么原理吗 搞不清楚 不过我同意啦 就是防疫等同作战这件事情真的是蛮可怕的 因为你知道如果当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的时候 今天原物料没有了 那你就也没有口罩也没有物资 就什么都没有咧 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 就是像我这种生活在一个不太需要担心物资的地方 真的是很难去想像今天没有卫生纸 或者是今天没有办法买到我们平常 就是随手都可以买到的东西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 你懂吗 啊 掰不开 我就没有回香港啰 我今天吃辛拉面然后有一点泡菜还有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坏掉的流程汁 那还好吧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超级喜欢谁呢 我最近超级喜欢Easy 我跟他们差了快10岁耶 其实他每个我都很喜欢 但是我最近特别喜欢那个彩令 然后我前两天看那个一周偶像 然后我真的觉得他在里面表现实在太好笑 就是太可爱了 然后他们的新歌那个Wannabe啊 真的很棒耶 他们的那个TellaTella第一首歌我觉得还好 然后Easy我觉得没有到很好听 可是他们的那个Charisma在舞台上那个 整个人的魅力指数真的是不得不说是新人里面真的是爆表的那种 这一首我觉得是他们目前出过三首主打歌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 对 很好学他们的舞哦 我自己有试了一下 但发现肢体很不协调 所以我就放弃了 呵 先看到今天一天就新增了23例的武汉肺炎确诊 累积个案得到100个 然后23中里面有21中是输入个案 今天听到有一个确诊的案例就是他贪图那个机票很便宜 所以他先去泰国然后再去北海道玩了一圈 然后回来还去上班啊什么的 然后他回来之后就确诊 就导致他身边所有的人跟同事全部都要隔离 然后公司也要消毒什么的 虽然今天这个Vlog是我飞回来香港的一个Vlog 所以好像讲话很没有说服力 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是不要有这种旅游 因为现在真的不适合旅游 真的全世界都这样子 这个是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危机 所以大家都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真的 好然后现在大概已经快晚上9点了 今天晚上有一支新影片哦 耶 还有些东西要弄 那我把工作稍微收尾一下 谢谢大家看完今天的Vlog 虽然我个人觉得应该蛮无聊的 因为就是看我从家里到机场 机场到家里这样 对 希望大家都好好的 安妞 以下间 那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在什么 在你的 program 我们买能衡 在路 Bau 这是 裔 酸 这是 i know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 this that ended with life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omping